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 《元神每双子》剧情4.5千只传说人物的撕切甲之章 帮他们谈起今夜合集 说不定能买到好看的新品 这...真的可以吗 说了是定金里用剩下的 怎么,怕我偷工减料 没有没有,我绝对没有怀疑千只小姐的意思 不如说,在婚礼上穿千只物的婚纱一直是我的梦想 本来还以为,这次穿不上了呢 那不是千只吗,今天她居然在店里 哦,有道理,我们待会儿去问问她 我说能做就一定能做 不辜负对顾客的承诺,这就是生意 记得不要让衣服晒到太阳,也不要压折 最好等婚礼当天再拿出来 但,我看你也忍不住吧 我会尽量忍住的 到时候,她肯定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 千只,你今天居然在店里,真难得呢 哼,瞧你说的 我在自家店里反倒成了稀罕时 今天来想挑点什么 定制服装,还是童装成品 我才不是小孩子呢 哦,这个呀 既然连你们也听说了,那看来风担服装协会的宣传效果的确不错 时装周期间有什么好玩又热闹的活动吗 好玩谈不上,但热闹是肯定的 这可是风担一年一度的时尚盛会 千只也会在时装周上展示自己的作品吗 当然,风担亭所有的时尚设计师都会借这个机会来宣传自己的品牌 运气好的话,当天就能得到大批订单 想当年,千只这个品牌也是在风担时装周亮相后才一举成名的 咦,但千只你不是已经够出名了吗 就算不参加这次的时装周,大家也很喜欢你的衣服了吧 话不能这么说,除了衣服款式之外 人们还会关注品牌的理念和发展方向 如果大家发现你的品牌今年连像样的新衣服都没有 那谁还会来光顾呢 说到底,时尚更多是代表着一种流行的思潮 人们选你的品牌,更多是选它背后所代表的理念 呃,时尚真是难懂 总之,我们马上就能在时装周看到千只物的新品了对吧 嗯,样式我已经采好了 但用来制作成衣的布料还没到 有什么布料是风担买不到的吗 我有时还是喜欢稻妻植物的触感 用来制作成品也令人安心 哦,我懂了 这就是家乡的感觉,对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从稻妻到风担好远啊 千只你就不怕自己的货半路被人抢走吗 这我不担心 为保证万无一失 我用了薄荷屋的指名服务 让最新的过的快递员来送 啊,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啊,千只姐,你的,你的快递到了 啊,潮湿了不少,实在是,非常,非常抱歉 你把气捋顺了再说话 原来千只你说的快递员就是起凉凉啊 啊,理行者和派盟 原来你们也在风担啊,好久不见了 还是下次吧 超市这么久,也不是悠哉悠哉打牌的时候 我知道这包裹对千只姐来说还挺重要的 唉,怎么感觉又是在我出丑的时候被你们看到了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路上不顺利吗 哎,没,没什么 就是遇到了点,小麻烦而已 盗贼,盗宝团 放屏时你不是三两下就把他们打趴下了吗 呃,没,没有,其实只是稍微迷了点路 你这尾巴比人城市的毛病还是没改 好吧,其实是我在刚进风担之后不久 就被一群人来了下来 他们和平时遇到的强盗还不太一样 嘴里嘟囔着,两条尾巴,就是它,薄荷屋什么的 唉,那不就是冲着齐粮粮你来的吗 呃,不如说是冲着千只姐的货来的吧 我的这批布料 嗯,他们说只要留下身上的货物就放我走 不然就把我装进快递箱丢海里 淹得死人的那种海 齐粮粮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我好歹也是这妖怪嘛 这些坏蛋都被我交给警备队了 就是人有点多,费了不少时间 等等,虽然截货这是很正常 但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冲着我的货来的 你在风担应该还有其他货要送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事没告诉我 唉,这个 嗯,我想想 这次的服务评价应该给几星才好 唉,千只姐你好狡猾 好嘛,我说就是了 其实,我多少有些在意他们为什么找上我 就花时间调查了一下 有个坏蛋口风比较松 我没花多少力气就问出了一个名字 他说,就是那个人委托他们来接千只屋的货 那人的名字叫什么 那,千只姐 要不还是算了 你看我也没受什么伤 最近又是时装周 还是不要闹出什么事比较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要是不去给对方一个教训的话 他下次就还敢 更何况 他居然敢对我的朋友下手 嗯,好吧 那人说,委托人的名字叫恶射 恶射 不觉得这名字很耳熟吗 我就是知道,才不敢告诉千只姐的吗 唉,是你们俩都认识的人吗 前阵子就听千只姐抱怨过了 说这位服装设计师一直在和千只屋对着干 是行业里的竞争对手吗 我可不会称呼这种耍小手段的人为对手 他一直看不惯我的设计 还公开诋毁我的设计理念和衣装用料 我早就警告过他 有本事堂堂正正地出来较量 别搞这些盘外招 千只姐,你要去哪里 去帮一个人长长记性 你一路过来也累了 在我店里休息休息再走吧 啊,千只姐 哦,她走掉了 唉,这可怎么办 齐良良是在担心千只吗 千只姐她性子直 生起起来很可怕 我担心在时装周前后 闹出些对她品败不利的新闻 旅行者,派萌 能请你们跟上去看看吗 我作为薄荷屋的快递员 不太好穿户到这些事里去 嗯,我们会保护好千只的 嗯,其实比起千只姐 我更担心那位 恶射先生的安全 千只姐就拜托你们了 在工作,夏沃雷警官 你叫我警官的时候准备好事 嗯,你们也在 夏沃雷,我们又见面了呢 嗯,一切正常 脱硬硬的服 冲枪队也招到了不少新人 不过就是巡逻的时候 总有人来找我要签名 让我有些困扰 嘿嘿,毕竟你是内部阴影的主角嘛 所以,发生什么事了吗 嗯,跟我走一趟吧 也就从你嘴里 我才能听到这句话了 平时都是我对别人这么说 你来不来 我总得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什么时候错过 你什么时候按规章来过 有个家伙故人抢劫了我的朋友 我现在正要去给他一些教训 这是该拉上特勤队队长的事吗 我都分不清 你是在报案还是在自首 这不是为了让特勤队队长监督我 不要有过激的举动吗 你会吗 尽量不会 好吧 人在哪儿 跟我来吧 我说 这种事以后能不能少一点 没问题 你去和先动手的那个人说 就是这里了 你们等等 我去和他谈 怎么感觉你们俩关系还挺好的 就像千知说的 一来二去熟络了 更多还是礼尚往来 千知他经常遇到麻烦事吗 特勤队也经常遇到麻烦事 而且还是那种难以突破的麻烦 毕竟普通人一看到制服和冲枪 嘴就避得比梅洛彼得堡的大门都厌实 谁都不想被卷入麻烦事 但那些人到了服装店里 露出的闲话 又比风丹瀑布流下的水还多 哦 就像是为了和别人炫耀 自己知道的更多对吧 没错 炫耀自己的事 炫耀自己知道的别人的事 这就是虚荣 在时尚面前 人们的虚荣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 千知经常能从店里 打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 去他店里的人 大多也是手握情报与资源的社会名流 我开始明白 你说的礼尚往来是什么意思了 嗯 我来这里 也是为了保证千知的安全 那些给千知带来麻烦的 大多是有钱有势的人 只有极少部分情况 我需要保护对方的安全 不过 这次惹到千知的是谁 我很少见他那么生气 哦 其实是这样 什么 是恶射那家伙 哎 怎么了嘛 这人已经三番五次给千知无始绊子了 因为手段恶劣 影响不好 听说连侄旅亭都警告过他 哦 这下完了 哎 什么完了 恶射那家伙完了 你们听我的 站到这边来 和我面对面 哦 好的 可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 这次恐怕就是极少部分情况 你 你干嘛 别过来 知道什么叫愚蠢吗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干一件 无聊透顶的事 我早就说过 别在我面前用这些下三烂的手段 而且 你要是再敢动我朋友一根猫毛 我就不保证下次接住你屁股的是水泥地了 喂 千知 警官大人 你看看他 这都打人了 警卫队管不管啊 当然要管 不过抱歉 我刚才恰好在和这位旅行者聊天 没看到发生了什么 我这就进屋调查现场 搜集证据 只要房间里 没什么能指向你其他罪行的东西的话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这 我 算了算了 我也没那么计较 千知小姐 以后也请不要在风丹街头 做出此类具有攻击性的行为 抱歉 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 看见街上有垃圾 就不自觉想捡起来丢掉 二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没什么了 并且真心希望 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有下次 这 这事还没完 刚才吓死我了 它怎么就飞出来了呀 多谢夸奖 这不是在夸你 不是说不要有过急举动了吗 我说的是尽量 也的确那么做了 一开始我只是口头警告 没想到他毫不反悔 还说了更多难听和威胁的话 难听到要被丢出来的程度 你可能不信 但确实如此 而且不这么做的话 我看他下次还敢 也可以交给警备队处理 我会的 只不过取证需要时间 他也可以否认自己和那些盗贼 做过交易 我不想时装周再出岔子了 而且启凉凉今后 也会继续帮我送货 我要保证他的安全 嗯 说到这个 我可能还有一个忙要你帮 真可惜 我今天帮忙的份额 已经用完了 是吗 那正好 我要用的是明天的份额 你是不是最近用太多了 我会用同样多的情报来换 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样 礼尚往来嘛 我会用同样多的情报 我们回来了 你们去了好久 应该没 没发生什么吧 没什么 你只要知道 以后风担没人敢再对你的货下手了就行 抱歉 给千知姐添麻烦了 说什么呢 你又没做错什么 错的是那耍小手段的家伙 还有那群剑前眼开的盗贼 下次出城的时候 就该叫上风担特训队来护送你 然后中途交接一下 让自卑会送你下半程 这样一来 我保证你下次送快递的时候 那些盗宝团都争着抢着要来帮你提包裹 千知姐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我没在开玩笑 你知道的 当我说一件事的时候 这件事就已经做完了 你是明天会到期对吧 千知姐 你该不会 我已经和特训队队长打过招呼了 他们明早晨练的路线会变更一下 我待会儿就去和纳维亚也说一声 不要了 一群又是拿枪又是戴墨镜的人 中间围着个快递员 这画面也太奇怪了 我又不是要你每次来风担都是这阵仗 这次就当让我安心 也让那些人知道 再敢碰我朋友的话 会有什么下场 哦 这说得好 既然连你们也这么说的话 那好吧 那么坏蛋也教训了 布料也拿到了 千知现在应该能顺利参加时装周了吧 嗯 看样子不会出大问题了 我趁这几天多做几套 听说这次来参加的供应商还不少 供应商很重要吗 当然 他们会为服装设计师提供资金 设备 工厂 如果想让自己的品牌出名的话 少不了他们的帮助 这也是为什么 此次风担时装周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倒是觉得 千知姐的品牌已经很出名了 而且衣服又好看又好穿 我每次都忍不住和顾客炫耀呢 但还是有人没听过千知这个品牌 对吧 嗯 这个嘛 毕竟我去的地方多 其他国家的人没听过也正常 那就是还不够出名 我的目标是让千知这个品牌 风靡整个提瓦特 整个提瓦特 那还真是了不起呢 哇 那我岂不是可以去任何国家的千知物补衣服了 现在每次刮破了都跑来封单 还挺远的 我倒是希望你再小心一点 明明已经帮你缝得够结实了 有时候在树上打盹 稍微不注意 就会挂到小树枝 既然这样 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时装周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吗 嗯 有事肯定有 是什么是什么 不如你们明天来我店里当模特吧 说直白点 就是当我衣服的衣架子 哦 就是会把衣服拿给我们试穿对吧 嗯 顺带在你们身上调整衣服走针和扩形什么的 听起来是很轻松的工作呢 时装周的衣服更多是用来展示理念 不适合平时穿 喜欢的话 可以来光顾千知物的生意 我给你们特别优惠 嘿嘿 我刚好也很好奇服装设计师 平时是怎么做衣服的呢 那就这么定了 旅行者来当旅服模特 派萌来当童装模特 我们明早见 哈 等等 都说了我不是小孩子 说到衣服 你现在有哪里要补吗 嘿嘿 既然千知姐你都这么问了 其实腰这里 找胖了 是被坏带挂铺了啦 记得关注再走哦